當時的這個前瞻預算裡頭 他本來就是統包 所謂的統包就是說 這裡面民進黨新提出來的東西 是有限的 並不是整個前瞻計算 前瞻預算裡面的 所有的建設事項 都是民進黨政府新提的 他新提的東西 爭議非常的大 當時非常多的 交通專業的學者專家都說 台灣這個時候不應該再推動 已經落伍的輕軌 這是輕軌的部分 但是前瞻預算裡頭 他包了很多以前 愛台十二建設裡面 留下來的東西 所以前瞻預算統包 他是把當時台灣現存的 岸上有的所有的交通建設 不管有沒有前瞻 通通放進去了 所以像宜蘭這個 像我們剛剛討論的高雄那個 不是新的東西 他已經歷經藍綠 長期爭取評估過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這一塊 是沒有爭議的 因為這一塊是我這個縣市 爭取多年的東西 不管藍綠都說我們要愛 我們一定要愛 是有這一塊在的 這一塊不是民進黨上台 才把它放到 才把它說我們有個前瞻 是本來就有的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這個前瞻基礎建設有三個特色 第一個 合作掛中的貨 明明就是國民黨那時候提的 然後已經走了那麼久了 然後現在把它包到前瞻裡面 就變成民進黨的政績了 你懂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肉桶支票 所謂肉桶支票就是說 你看現在縣市長 全部都是我民進黨的 然後馬上2018年又要選縣市長了 所以這些就是變成你可以開支票說 我爭取了多少億多少億的建設 這叫做肉桶支票 第三 這些肉桶支票 很可能我當時就講 民進黨不要高興太早 國民黨也不用擔心太多 因為國民黨說 這下去還得了 那個縣市長都綁裝買票 做不到 所以我說當時的肉桶支票 就是空投支票 它是做不到的 它是很難發包下去執行的 所以回過頭來 我們現在看 好了 現在照耀鏡出來了 政黨輪替 政黨沒有輪替 你不知道前瞻基礎 進化的很多的問題 政黨一輪替就出來了 這個時候他就可以講說 其實我們不分藍綠縣市 本來就有 就剛剛王世堅委員講的 他講的某個程度也沒有錯 就是說本來就有這些程序 本來就是應該這樣子 但是 這就是我說的 這些支票真的能兌現嗎 不一定能兌現 可是在選舉的時候 蔡英文是 重新抗 重新抗 很大力 對不對 跟選民講說 只要繼續支持我們民進黨的 就怎樣 怎樣 都中無 所以現在好 問題來了 現在通通換藍營的縣市長上台了 這個重新抗下去 有可能是民進黨上台之後 繼續不管合不合理 有沒有程序的問題 管你的錢就給他撥下去 也有可能就算民進黨當選了 他還是跳票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但是問題是說 因為現在是民進黨的 現在是國民黨的上台 民進黨都不用太多了 反正就一切都照程序走 對不對 你這時候 國民黨剛當選的這些縣市長 包括韓國瑜 當然 你是怎麼會等一等嗎 你會想說 你第一個反應一定是說 一定是因為我是懶的 不然怎麼程序本來走得好好的 現在中斷了 不管他是合理中斷 不合理中斷 你合理的推想 如果我是韓國瑜 選前他們就這樣放話 選上也這樣放話 現在果然發生了 你認為韓國瑜會怎麼想 很合理的想法就是 我一定是被民進黨擋了 所以我非常支持偉翰剛剛說的 這時候如果民進黨聰明的話 就算韓國瑜直播有一點點語病 他說所有前瞻基礎 都給我擋下來了 其實指的是這一塊 並不是所有 即便是有這樣的一個語病 但是這個時候如果行政院 因為他是直接講行政院 其實公文嚴格說起來 是在交通部 所以行政院是沒有看到 這些公文的 他只到交通部 但是你要怎麼講 交通部也是屬於行政院 所有部會都是屬於行政院 所以他就統包說他就行政院 你可以說他有一點點語病 但是這時候 民進黨接到這個招之後 是不是應該趕快去查 去了解 你首先不管韓國瑜講的對或不對 你就趕快去了解 到底有沒有這回事 發生了什麼事之後 因為不是只有韓國瑜要了解 高雄市民要了解 全台灣的人也都想了解 真的有什麼 真的民進黨這麼小氣 這麼沒風度 孫蘇的大方都要給他們讀 這時候民進黨 就應該趕快出來做整體說明 交通部趕快出來做整體說明 不但不是韓國 不但高雄沒有被打 而且各縣市通通沒有被打 一一說明大家不要擔心 如果有什麼樣的程序的時候 我交通部會主動的 跟縣市首長說明聯絡 如果你有任何的疑慮的話 大家鼓鼓掌 你看大公無私 為什麼會跑出來一個 總統府的秘書長 講這麼難聽的話 而且他整篇的PO文裡頭 沒有一個字是政策說明 他整篇PO文都是酸文 他像是網友 他有說其實我們都處理得很好 完全沒有你指控的事情 一條一條的證明 然後最後才說 你這麼亂酸什麼東西 他不是 他連一個說明通通都沒有 然後蘇珍昌只說 那絕對不是我當院長的時候 幹的事情 那不是你當院長的時候幹的事情 你現在當院長你也要負責 你們怎麼可以用這種態度 老百姓要知道的是 這些重大的交通建設 中央的態度到底是什麼 所以當這件事情 韓國瑜打了第一炮 第一槍之後 台中也在問 宜蘭也在問 就變成他變成是野火延燒了 可見得今天行政院 今天交通部 在第一時間到今天 還是沒有把這件事情當回事 他還是沒有給所有的老百姓 一個清楚滿意的答覆 就是說你情罵民進洞 到底是要安裝 因為這些是沒有爭議的交通建設 而且是在選前的時候 韓國瑜就講這個是我要的 12月27號那天 因為是12月7號要發的公文 交通部發的公文 說取消這個審查會 所以12月25號韓國瑜上任 12月27號是韓國瑜出席的 第一場行政院院會 同一天高雄市政府 他才上任不到第二天 等於是第二天 他就已經寫好公文 回復給交通部了 所以韓國瑜沒有延宕 沒有搞不清楚狀況 他去行政院的時候 你去看12月27號的新聞 他去行政院的時候 講跟這個公文一模一樣的內容 那天不只他講 盧秀燕也講 我們要的重大建設 這是我第一優先 就是路逐段跟我們的捷運黃線 當時韓國瑜就講了 請中央如期如數的 完全不變的繼續 當時就說 這是我們高雄市政府的 第一優先順位 公文也給了 是中央是交通部沒有回復 所以我要講 韓國瑜即便他在轉播的時候 有一點點小語病 但瑕不掩瑜 因為的確是前瞻基礎建設裡頭 沒有下來 的確是行政院給你的公文 你沒有回復 所以今天的問題 是行政院接招的時候 接得太爛了 他本來是可以得分的 他如果像我剛剛說的 高雄人就覺得說你看 民進黨真的愛高雄 民進黨真的愛台灣 結果民進黨的反應 就像剛剛韋翰說的 民進黨是愛權利 民進黨沒有愛台灣 而且民進黨輸不起 然後民進黨要給台灣的 這些基礎建設穿小鞋 這才是老百姓受不了的 所以如果蔡英文 如果蔡英文要選總統的話 蔡英文就應該 立刻免職黃崇燕 我覺得如果蔡英文 撤換了黃崇燕 全台灣會鼓掌 你這請結總統 你連一個黃崇燕 都沒有辦法處理 像剛剛惠玲講的 你怎麼相信 你這個總統 真的重新接地氣 然後把老百姓的講法 想法放在你的心裡面 沒有人要相信 這麼簡單的事情 黃崇燕把它砍掉 蔡英文馬上加分 這麼簡單也做不到嗎 你讓鄭立文這麼好的口才 壓著綠色 因為他的誤解 他沒有查證之下 扭曲 而且來謾罵民進黨 我剛剛已經講很清楚 宜蘭這個 你去看一下連國民黨籍的 林芝廟縣長都出來講說 對 他自己也誤解 不分藍綠 你總要審查 我剛剛的說明是說 你尊重該我說明的時候好不好 因為你誤解我的意思 你去聽一下 宜蘭分那四階段 我簡單講 光我記憶所及 我看看你就聽不懂 你不知道聽不懂 你不願意聽人家講 你搞清楚 如果你動不動 都以政黨輪替 這個大帽子來壓 以後 這些中高階 行政的專才的 交通專業人員 他不敢再來冷靜評估了 過去高雄入竹岡山延長段 我上次就講過 國民黨中央執政的時候 退了民進黨高雄市長 27次之多 當時我們的高雄市長 從謝長廷到高雄到城局 可曾埋怨半句 我們有說這是政黨之爭嗎 沒有 因為那個被退了27次 你可以去查 我下次把公文帶給你看 這一次宜蘭 我就講得很清楚 他那個計畫裡面 宜蘭這個計畫裡面 至少差七大項 可行性評估 替代性評估 經濟效益自償性 土地取得 高雄市議會的確認同意書 台鐵的確認同意書 還這七大項 我剛剛講你要繞道 或者你要跨站 或者你要地下化 這現在新的要點都這麼規定 新的要點是去年2月就訂定了 而且去年2月要求 全國22縣市都要照這個要點 那所當其通衝擊到的 是當時民進黨也執政的 嘉義跟彰化 所以你怎麼可以拿政黨 這個來講 我還是以 我們同意跟輝文講的 就是說他現在對高雄市長 韓國瑜的期許 那個輝文是說要以更高的氣度 就是說以總統候選人 總統參選人 以總統的格局期許韓國瑜 那我以更高 我以神 神的氣度 神的高度就是 神愛世人 神不要再落入這個凡間 這種孜孜節節 黃崇燕講那個什麼土包子 什麼這些 這個不要 神愛世人 既然是神 大家把你神格化 神愛世人就不要再爭執這些 我們就以高雄市政 高雄市民的需要回應高雄 回應社會的需求 這才是一個政辦 要以高雄市政 高雄市民的需要 回應高雄 回應社會的需求 這才是一個政辦 對 這個講得都沒有錯 但是我覺得議員 你不用激動的抱親近 不是因為 不是因為剛剛 一直壓著我們 然後再一個扭曲 扭曲的心態 我不客氣的講 立文他口才很好 可是剛剛那些講法 是挑撥離間 該我講一下 你也不用生氣 為什麼不用生氣 所有的事情 我們都要看是 誰是始作俑者 我當然知道輝文的用意 輝文的用意是 希望韓國瑜能表現得非常完美 就是完全不要去跟民進黨 你來我去 神愛世人 愛與包容 但是我要講 今天要問誰是始作俑者 今天如果沒有黃崇燕 出來講這個話 會有後續包子店的事情嗎 同樣的 你當大家認為 尤其世間議員認為 全部的人都在誤解 我民進黨 我民進黨哪有狹心症 我哪有像你們這麼小氣 說不是我們的人 當選高雄的建設款就不發 可是你要知道 誰是始作俑者 這個人叫做蔡英文 蔡英文在到各地去服選的時候 我隨便舉一個例子 她到了彰化怎麼說 她說如果彰化換人執政的話 鐵路高架 捷運 綠能 都沒有了 對不起 這是蔡英文講話 所以你不要報心經 你要報心經之前 你先就回顧一下 你們的蔡總統到底講了什麼話 讓人家覺得你們會卡 今天蔡英文很多的做法 我跟你講 民間早就有一個傳言 就不是傳言 對她一個新的稱號 不再是空心菜了 叫什麼 叫Lady卡卡 就是說今天所有藍軍的縣市首長 都認為你會卡我嗎 你今天的公文 就像剛剛立文講的 很簡單幾句話誠心的是 你非要把它變成一個罵戰 對不對 你從頭到尾 都是充滿了情緒性的字眼 你公文只要拿出來說 還是讓你誤會了 其實我們沒有要 卡高雄市的建設 而是我們採取一致性的原則 包括宜蘭也是這樣 我坦白講 我對前瞻計畫 是有很多意見的 即便鐵路高架化這個事情 我知道很多相信很期待 因為高架化以後 它的土地就可以拿來 重新做運用 但是很多的交通學者 其實對高架 要花了這麼多的錢 它的成本效益來講 其實是有質疑的 我們今天只要 請民進黨交代一件事情 就是當初 如果你覺得這個是需要做的 請你不要在政黨輪替以後 讓人家覺得你慢手慢腳 或者是要件需求要件改變 比如說剛剛講 要市議會同意 要台鐵同意這七大要件很奇怪 今天你明天講中央政府執政 也都是全部要國會同意 有嗎 有這麼尊重國會嗎 好 就算要國會同意好了 台鐵同意又是個怎麼回事 你今天交通部是台鐵的主管機關 你怎麼還要地方 去取得台鐵的同意 我是覺得這是一件 非常奇怪的事情 再講到台中三首線 林佳龍自爆 說台中三首線被國發會退回 林美玲就打臉 沒有退回 是要你補件 因為22項不符合交通部 訂定的鐵路建設審查要點 這就是我今天講 人家會指引你民進黨 除了你蔡英文講那樣的話 如果是真的該做的 請你不要在政黨輪替以後 讓人家覺得你手腳很慢 如果你從頭到尾就不該做的東西 就覺得可行性評估也好 效益評估都不夠的時候 當時在民進黨執政 你就硬要推這樣的東西 所以這就是今天 為什麼老闆姓 對你民進黨觀感不像